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久没有坐高铁 揚州走起 大约差不多三小时的路程就到了 到揚州了 沿着这条街就能看到我在网上订的民宿 就是这家花柱 外面看真的很不起眼 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老板是推行的夫妻俩 把这里搞了几间房间做民宿 还蛮智能化的 外面门行区域啊 房间里还有投影 还不错 第一个景点 东关街走起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 比想要多一点 来揚州怎么选择去寿西湖 白天游远的游客 无比在晚间 天气阴阴的游船的感觉 还蛮好的 也不算热 这是著名的寿西湖 热天游客 房间的海中 也不算热 不算热 平日的游客 大厅 小伙子 大厅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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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鲁石 肯定是髋肺定 外渊穷也要变大 内 Brittps го dum Hip 去 went 로 乌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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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